薄熙來主政遼寧期間 大連開始新起屍體塑化行業 其屍體來源一直受到質疑 總部在紐約的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14日公布最新調查錄音 證實部分塑化屍體來自被虐殺的法輪功學員 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出逃美領館後 隨著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和中央黨務公職 以及中共領導層為此持續數個月的內討 薄熙來過去的醜惡事蹟 在中國民間被廣泛議論 其中 經薄熙來批准 而在他主政遼寧時期 新起的人體屍體塑化標本行業 中國人的屍體在全球巡迴展出 引起中國民眾強烈不滿 輿論針對屍體來源的道德問題討論 並質疑這些中國人屍體 被作為標本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追查國際公布的最新調查報告顯示 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類塑化屍體 來源於勞教所 監獄中被虐殺的法輪功學員 追查國際調查的對象之一 是受到中共官方支持的 大連洪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治長隋鴻井 根據南方都市報今年8月23日的報導 隋鴻井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 兩個人體塑化公司的其中一個 隋鴻井在電話中告訴追查國際調查員說 他的公司部分屍體來自大連市公安局 那就是你們公司的這個屍體來源 都是主要是從什麼渠道來的呢 從那個公安機關就收幾十個 就是那個公安局收的 是什麼公安局給你們提供的 大連市公安局 現任大連副市長孫廣田 曾於2000年到2003年任大連市公安局局長 孫廣田在今年9月的一通電話調查錄影中 透露出薄熙來及其妻子谷開來 涉及販賣法輪功學員的屍體 調查員以遼寧省委副書記夏德仁的秘書身份 取得孫廣田的信任 孫廣田屍體的這個事情透露出去 如果有人來問的話 你還有什麼話說 還有一個就是 夏書記還想 讓您轉告當時您在大連公安局的 這些相關的知情者 也得注意不要把這個事情透露出去 你轉告夏書記 你相信我會把這個事情落實清楚 也是在今年的電話調查錄音 一名姓趙的610辦公室主人說 谷開來賣的也不都是法輪功學員的屍體 他沒看到谷開來今天的下場 谷開來賣法輪功人體器官的 你說什麼 我說你說谷開來賣法輪功人體器官的 對呀 賣的也不都是法輪功的 這個你知道不都是法輪功的是吧 好 追查國際報告指出 1999年到2004年 薄熙來先後任大連市長 遼寧省省委副書記和省長 期間他擴建和新建大型監獄 勞教所 很多新建的勞教所 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 那時全國各地去北京上訪 因為不報姓名 而無法遣返的法輪功學員 都被薄熙來接納 秘密關押在博掌控的監獄中 此前追查國際調查已經證實 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作為移植工體 報告明確指出 中共中央政法委前後任書記羅幹和周永康主管的 中共公檢法系統 既是對法輪功學員實施迫害的主要部門 也是新鮮人屍體的攻擊部門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記者 夜之中和文報導